近日,根据外媒报道,受战争影响导致石油价格飙升,因此人们开始迅速购买更加省油的汽车。 随着美国全面禁止俄罗斯原油进口,带动美国汽油价格飙升,迫使人们将目光转向更省油的汽车,甚至是电动车就不足为奇了。 据科技网站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,特斯拉在部分美国地区的销量大幅飙升。 报道说,特斯拉公司在2022年1月在美国的出货量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豪华品牌车商。 目前,特斯拉一直依赖加利福尼亚和上海两个工厂,特斯拉已经无法满足客户对车辆的需求。 在过去的一年中,特斯拉一直在提高价格,并且推迟交付时间。 事实上,就在3月10号,特斯拉又提高了车辆的售价,在不断涨价、产能受限和芯片短缺的情况下,依旧实现了3月份同比49%的增长。 根据相关人士称,特斯拉近期订单在美国部分地区已经增长了100%,其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本来就已经堪称荒谬的速度。 据官网显示,此次涨价针对的车型为Model 3高性能版和Model Y长续航高性能版,售价均上调1万元。 对此,特斯拉CEO马斯克曾公开回应称,这主要是由于供应链成本压力大所导致的。 目前,特斯拉仍依靠在美国加州和中国上海的两家工厂生产电动车。 未来一旦在德州和德国的工厂正式上线后,将有助于解决需求缺口,但全球性芯片短缺等供应链问题短期内并不会消失。 而从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看,2021年底以来已有小鹏、比亚迪等多家车企宣布涨价,此轮涨价潮的持续预期目前仍不明朗。